好慢喔 慢喔 陡坡峭壁消防人員在樹上固定繩索 慢慢將受傷山油往上拉 原來64歲傷者 意外墜落70米深瀑布 意識不清 偷破血流 人工搬運慢慢將人從溪流中抬上岸 並請求空勤直升機支援吊掛送醫 原來是一團11人的登山隊伍 11號傍晚其中一名王姓登山客 從瀑布上方墜落 台中消防局及花蓮的搜救人員 同步前往救援 中央尖山難度高 地勢險惡 終於在隔天下午發現傷者 意識模糊 頭部多處擦傷 四肢骨折 跌落約60至70公尺處 意識不清 臉部血腫 中央尖山海拔3705公尺 百越高度排名第11 瀑布潭水如翡翠寶石 讓不少登山客嚮往 發生了墜西意外 台中花蓮同步入空出動 緊急送醫 幸運見回一命 記者劉姐教皇上父母彭馨 台中花蓮報導